字幕提供 滾滾 電速了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天使蛋糕 天使蛋糕為甚麼叫天使蛋糕呢 就是因為它是用蛋白來製作的 出來你會做到一個純白色的蛋糕體 然後就會叫做天使蛋糕 材料就真的極無敵這麼簡單 其實都是那堆東西 我們先做蛋糕體 之後那些時間你再做其他東西就最好 只要蛋白就不要蛋黃 這次都是電動算了 因為都四個 略為化一化 先試一下 還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檸檬汁 你可以用撻撻粉你可以用檸檬汁 撻撻粉你放兩瓶半茶匙就可以了 檸檬汁在這個蛋糕有兩個作用 就是給它一點酸性 撻撻粉一樣給它一點酸性 為什麼呢?因為蛋白是鹼性的 如果你想它白一點出來的蛋糕 你是需要平衡酸鹼度 第二就是酸性 是會令到蛋白比較挺一點的 我們先把它打 然後糖 慢慢下也可以 分兩次下也可以 分三次下也可以 如果你用手打就很明顯的分別 因為如果你用手打 下糖會越來越結 其實你是應該先做蛋糕的 為什麼呢?蛋白不等得 等得越久就會越撻 與此同時你最重要就是預定焗爐2 我都是沒有做的 問你死了嗎?我先轉來做挑戰量度 COOL 先打起蛋白呢 這樣打起了 你就可以加上檸檬汁 這樣最穩陣 我自己覺得 那你用最高速打吧當然 這樣最快嘛 之後呢 調低速 輕輕攪拌 轉多幾個圈 將它的氣泡呢 打細一點 出來的蛋糕就會質感一致一點 那打到呢 這樣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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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非常凝固 那那個紋呢很明顯 反轉不下 那就是這樣 低加麵粉 過了 五個呢 好十多粒粒的 為什麼我一次二這樣過 可能這個包特別潮了 還是不知道怎麼 所以我這包是十多粒粒的 油啦 因為今次不用牛油的 身體輕一點 其實兩樣都可以 但牛油你可以先融化 然後倒雲呢辣油 始終純蛋白有一個缺點就是腥味 通常蛋白質豐富的東西都有腥味 然後少許鹽 最後加少許牛奶 牛奶就是給它多一點水分 因為這壹東西如果太稠你是很難拌的 拌不起來 確保不能夠稠就立刻停手 因為都不想起筋 我們會用低筋麵粉 這次你可以準備定一個這樣的模 有洞就行 沒有洞就行 有洞你可以減少少材料 因為在中間那裡是空心的 即是那些什麼戚風蛋糕模 難拌的 這些東西是稠的 因為我不想太多水分 我不想質地太密 如果水分越高 它的氣孔越細 密度越高 水分越低 它就越鬆越舒服 那我們呢 這樣切 因為蛋白很難拌進去 麵團 第一轉拌進去 之後就不難了 一次過不行的 一次過你拌到散散 你都還沒拌勻的 一定是要由淺入心的 準備定一個模 現在你的焗爐你應該要預熱了 你會看到有些人做到的蛋白蛋糕是全白的 連外皮都是白的 其實正常做法呢 你焗的時候是會有機會上色的 但這次我們會嘗試一下 用一個開頭高溫一點 之後就極低溫的做法去做 不過呢 有一個問題的 因為我的爐是全... 即是風扇的 基本上它是怎樣都十分雲巡的 所以它不會有分上火下火 那些這樣的狀況的 我試過無論如何低溫 它都會有一點點顏色的 如果極端地低溫 就會焗不起來的 我下面浸水了 即是用一個水浴法來做 之後蛋糕呢 基本上是下面是塌了 拿出來過一秒 嘻嘻嘻嘻嘻 我已經試了無數的方法 那你要怎樣做呢 因為有時候會有些 貼到流不下去的空間 那你就要蹬它兩下 讓它可以 完完全全地均勻 那我們這個東西 就可以放進焗爐 頭的10分鐘就180度 之後我會減到150度 其實我試過 由頭焗到尾160度 其實是OK的 但我覺得我愛皮深色了一點 你可能會疑問 那我不如一開始120度 然後由頭焗到尾 那就很棒了 是嗎 但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這一壇東西 其實你最好 就是越快焗好它 就越好 時間越短 它越不容易探 如果你放它很久 這些東西它會消泡 那它會一直探進去 那比起它焗起上升的速度 如果你消泡的速度 比它快 那你就會變成一頂魔法蛋糕 就出事了 所以其實你是應該盡快焗好它的 但是你又不想它上色 所以我就會一開始 高溫一點 然後 減低溫一點 放進去 稍後回來 那我們焗到差不多了 那怎樣看是行不行呢 因為它的爐溫會差一點 總之如果它卡得很厲害 就代表它還沒焗夠 那你就可以延長一點時間 或者行高的溫度 現在你要做的就是反轉它 因為這些海麵蛋糕類的東西 都一樣的 如果你不理它 就這樣攤 上面會很鬆 下面會很緊的 拿個網出來 把它倒轉 這樣蓋上去 之後呢 讓它這樣攤 好了 在你攤的途中 其實呢 還有一樣東西 可以做的 就是那個焦糖脆脆 焦糖脆脆都是要攤的 我們需要少許糖 之後就放進去 一份焦糖脆脆 夠做 我想四個蛋糕以上的了 放在一個很密封很傳氣 或者你進去乾燥劑的地方 因為它一濕水 一吸水 它就會霉 然後就會溶 然後就會散 我們看完這個之後 就可以放 玉米糖脆 你是要斑的 這支這個東西 如果你說沒有玉米糖脆 你可以嘗試用麥芽糖 一樣可以的 這個糖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焦糖 等一下這個東西要攪拌的 但是如果焦糖呢 其實一攪拌 如果純砂糖溶出來的焦糖 你沒有加任何糖漿 轉化糖 它一攪拌就會立即結成糖 但是如果你加了轉化糖 玉米糖漿 麥芽糖 你這樣加了下去 你改變了糖的結構 其實它就不會在你攪拌的時候 形成糖粒 之後少許水 那就約30度 很少就可以了 因為沒有什麼 它只不過是幫助糖溶 但是太少 你就煮不溶 你就會很麻煩 在那個途中 其實水要蒸發完 你的糖才會變焦糖 所以是用來蒸發的 你剛剛好夠容易操作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其實一開始可以大火一點 因為它還沒滾 就是水份還沒蒸發完 它是不會變焦糖的 變成你看到水滾 你才收到慢火 是OK的 之後你就要斑 有一件事叫做溫度計 就是一支針的溫度計 你要斑它回來 如果不是你憑經驗 很容易衰 我現在水滾 我們關到最小 因為如果它升溫升得太快 你趕不及的 然後我們要準備的 另一件事就是 梳打粉 梳打粉要過篩 如果它是起粒 你就會整粒梳打粉 攪不均勻 在裡面 最終焦糖最出 就有一粒梳打粉在裡面 所以你過篩才會好些 你開頭現在你看到是很稀 還有很多水蒸氣 那就是證明水分還沒蒸發完 其實它的溫度不會那麼高 你要煮到它去180度 它必須從水分走 變成沒有水分在裡面 只是靠這個 梳打粉產生的氣體 這樣吹脹 就像吹那些糖的波 小時候那些 魚蘭節 會有些阿伯在吹糖 類似那個原理 你看到差不多就可以關小的火 它升溫可能會升得很快 或者很快會變焦 變成你可以慢慢來 即是你可以聚到旁邊 然後用溫度計算 試清楚它現在的溫度 你才放回去再繼續煮 那一到溫度 你就馬上關火 關火你才放梳打粉 這樣就可以了 刮一刮針 不然它會硬了有些糖 如果你去到160 那些 它會有些硬了的糖黏住 這樣就阻礙它的溫度傳過去 那你就未必那麼準 那去到差不多 你看到現在水淨河飛了 因為那些東西已經 水分差不多走了 那之後呢 但是你看到它好像很清啊 很透明啊 沒什麼啊 你一摸下去 你的手就R.I.P 黏住你的手 然後你就承托 然後那塊肉 你不用了 完全是瘋狂的 這件事 所以你就小心一點 低一點火力 因為如果不是你就 因為如果它升 它過濃 你沒什麼辦法降低 其實它已經焦了 過了180度 它會焦糖化得很快 你那一碗東西 就會變成苦 回不了頭了 雖然你煮的東西很少 但是你不要用太窄的鍋 當然也不要煮太闊 即是給一點點厚度 你預計它會膨脹一點 如果那個東西太窄 你有機會壓走那些氣泡 那個梳打粉 產生作用是一下的 如果那個 空間太大 有些它已經產生完作用 你都還沒推均整個東西 那就會浪費了 明火爐 只有一點火 那你可能會中間有機會 那個溫度不平均的 那你就 給一點點攪一攪它 但是不要太... 攪得太厲害 雖然說加了玉米糖漿 但都不應該整天攪它 其實 我們多給3秒 1 2 3 關火 然後呢 準備好你的梳打粉 一下啪下去 之後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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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拉回牛油紙過來 之後把它一下鏟掉 到牛油紙裡 下面你喜歡可以墊一些東西 因為現在這樣 下面受熱會挺厲害的 你有機會會弄壞這張桌子 不要遮蓋所有東西 這個東西超級熱 一摸下去馬上進醫院 這壇東西你見吹到那麼脹 你就知道是一個成功的 它會很扁的 如果你失敗 溫度太高會給這個深色的 因為泡吹起的時候 其實是要鬥快營結的 那些空氣就會吹進入裡面 但如果你是不夠溫度 或者是太低溫度 它會慢慢流出空氣 然後可能它不凝結 那它就會慢慢慢慢慢慢才凝結 那空氣就會走光了 那在那個焦糖攤鏡的途中 蛋糕又應該差不多了 那就可以準備起它出來 那如果你幸運的話 它已經離開了 其實如果沒有 你就輕輕找一塊膠這些 好像這些東西的 用來刮邊的 就是這樣去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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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蛋糕就可以出土了 那這個是我們已經焗了的蛋糕身體了 一人二二的 我都不知道 無論我什麼溫度 我出來都是這個顏色的了 COOL 中間湯開 但如果你覺得很難湯 如果它爛那些 就有機會太熱 蛋糕太濕 沒焗夠 裡面是白酥酥 之後就可以準備攤凍 這個東西這樣放進雪櫃冷一下 讓它冷一點 那你就不會溶掉你的Cream 好 之後 Cream 然後加糖 如果你是要求極致平滑 你是喜歡那種完全Smooth那種 我幫不到你 敏Cream這東西 一向都是很弱的 你可以嘗試用植物的Cream 動物的Cream要求很高 它翻手不能多幾下 多幾下就會越翻越斜 相對地植物的Cream 彈性會比較大 但這次的Cream 你要有一點點空間 因為你敏下去的動作 都是打法來的 變成呢 如果你敏下去的動作 多了 那你就會等於發多了 那個Cream 你看到開始有一點點花紋 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調慢一點 慢慢來的 因為開始可以 到中間的狀態 是很短的 有沒有這樣的狀態 你留一點點 之後呢 回來 這塊東西 拿把刀也好 拿隻叉也好 一切就爛了 其實 裡面一個個洞 還有 氣孔應該是這麼大的 好像風巢的狀態 吃的時候才放在蛋糕上面 這樣就會好一點 你不要全部鋪好了 之後 有它在蛋糕上面 因為Cream有水的 它會溶掉你的東西 那你看到這麼大盤 就有時間用的了 你可以 吃雪糕啊 什麼啊 甜品啊什麼 你都可以拿出來 好 那我們蛋糕拿出來 之後拿一塊這個 你用這些也可以 拿小部分出來 如果你怕它中間太稀 會打呢 中間那個你可以打得 勁少少的 但是你不要直接打這一盤 這一盤你要用來敏的 如果你呢 這一盤打多了 就會窩了 變成你要打 你就拿小小出來打 這個挺一點的 你就可以 放下去了 那就要用薄薄的 不是厚一點也可以的 是你喜歡的 太厚就不要了 太厚呢 你很容易打的 因為始終它的重量 蛋糕也有回到差不多一重 你的奶油呢 不是真的那麼好承托力 你如果想得漂亮一點 或者有些焦糖味 你就可以現在撒下去 但是會溶掉的 你放心 這堆東西我幫你保證 然後蓋上頂 然後又是啦 這個奶油呢 又是拿了一點出來 因為這個是第一層來的 你可以 挺多一點 方便一點茶 作用是什麼呢 現在第一層 好像你女人茶粉 不是 男人都可以茶粉 對不起 我錯了 好像粉底一樣 敏了一些洞 遮瑕了 第一步做好遮瑕 那你就可以敏到它很平 那之後呢 你的奶油就很容易上 先把你整塊東西 所有的位置 塗一層先 沿著那邊這樣轉 刮乾淨所有東西 那就到真霜 真做霜 真做霜 那一部分了 輕輕左右 那它就會向四面八方 那你看呢 已經不是超級超級 超級100%滑 因為你這樣 這樣 這樣它幾下 其實就已經慢慢變不滑 那接著呢 你就把剩下的那些 那些呢 向左右呢 這樣掃勻它 讓它有一個厚一點的Layer 在蛋糕上面 所以你這一下呢 是很緊要的 它四面都是這麼厚 剩下給你這麼多 是很緊要的 那當然你可以補 但是你補 其實你就是 整多了兩下那個位 那個位 那個位就會沒有其他位 那麼滑 做蛋糕這個cream 這個位是一個很強烈的手藝 就是它不是說很乖 味道啊成 但是做得漂亮的人 其實它是一個 長時間鍛鍊 類似雜灑式的功夫來的 這個是一個 那麼呢 多了一個cream 你記得是 要每一次都要刮掉它 要不然呢 你會把那些 粗糙了 做多了兩下的東西 繼續吻下去 那你就越做越衰的了 我的手法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 我也不隱瞞大家 刮乾淨 一下一個 之後拿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呢 比較蚊 你要功夫很好 才可以很純熟的 穩平的 用這個會簡單一點 如果有轉盤 你就真的一一一一泡過 其實是很爽的 那個過程 我們撿到一個大致平滑的蛋糕 我正在說大致 即是不是正確的 那你要畫 哦 這樣叫做得不好玩 即是 不是一閒一閃的 這一刻呢 就是畫花的時候了 拿這個出來 好像筆一樣 那你呢 就可以隨意去 這樣攪拌它 多數都是這樣畫的 那可能兩畫這樣 這裡這樣兩畫 不要太大力 因為太大力 你畫得太深 你會看到肉 所以你一開波 其實一開波 那個 那個cream 你其實要預算 有差不多一後 去給你畫 最重要呢 就是 掩飾到你 那個蛋糕 敏得不漂亮的缺陷 而已 再不然呢 你就擠滿它 用擠花咀 那些這樣 點滿它 好 那我們呢 畫了一個圈 那其實就已經 頂到的了 即是 COOL 這裡我不知道 頂上怎麼畫 通常擠多個圈 這樣 還有我邊位做得 都不太好 但我不會練的了 你放心吧 移過去一隻 比較好的碟 壓下去 貼著碟 向後拉 之後放回你的 這樣的 焦糖脆脆上頂 這個呢 我建議你呢 就用一個小袋子 帶著它 去到吃那一刻 你才 砌上頂 那你會保持得好些 天使蛋糕家 焦糖脆脆 完成 好 那我們呢 今次的天使蛋糕 就完成了 你看到 那些圖 即是你看到 剛才那些片段 就是這個蛋糕 那些 焦糖脆脆 藥膜是放了 在雪櫃 藥膜是兩個小時左右 那它就會是 有一點點融融的 這樣的跡象 最好就是 真是食肌 那就不會像這個 有一點點融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 焦糖脆脆 天使蛋糕 邊緣有少少少顏色 但都 配襯的 焦糖脆脆的 非常軟 這個蛋糕是 非常基本的蛋糕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不錯 好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 記得按讚,Facebook 訂閱,訂閱,訂閱 喜歡加入歡迎讚 再紅色,一四七七七五五 再續點鐘 上次星期日都會有 就是這樣,下次再見 拜拜 哎呀 為什麼我會弄成這樣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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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